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析认为,此次遭遇袭击的军事据点,很可能是伊朗设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之一 对此,有以色列媒体则透露称,以军的此次行动,共发射了30余枚导弹 在行动中还摧毁了部署在基地附近的俄治海甲S-1进程防空导弹系统 此外,一枚透露,在此次的行动中,以军还至少打击了八个伊朗目标 并且造成约九名伊朗住戏人员死亡 其实,自2011年叙利亚国内冲突爆发,局势逐步恶化以来 以色列军队就一直指责伊朗在叙利亚境内驻军 并不断要求其从叙利亚撤军,且进入今年以来 据媒体报道,以色列就已对住戏伊军基地等设施进行多次打击 就在此前的6月1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乌还发出强烈警告 称,以色列将对伊朗在叙利亚全境的军事存在采取打击 另外,自7月以来,以色列已用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在伊序边境 击落了两架来伊序边境的无人机 不过,在6月的拦截中,以色列的爱国者系统则措施了目标 至于伊朗方面,其武器装备则也状况感出 根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由于伊朗空军近日的坠机事故 其200余架战机将面临停飞,并进行彻底检查 德·美海表示,伊朗必紧急向俄罗斯方面进行求援 希望俄方帮助伊朗空军检修自己的战机 另外也希望能获得新战机 资料显示,伊朗空军当前的主力战斗机 还是已经F14熊冒击F4鬼怪为主 这些战斗机虽然是美制装备 但服役时间已全部超过30年 由于机器老旧及难以获取到足够的零部件 其出情绿是十分堪忧 作为对比,以色列空军的装备的 则可用十分豪华来形容 其当前除拥有大量F16、F15战斗机外 以色列还拥有12架F35A型战斗机 且全部具有了完整作战能力 仅就数量而言 以色列的F35战机 拥有数目前也仅次于美国 位置世界第二 若有以色列所在的中东地区而言 能使用五代机进行作战的 引进以色列空军一家 并且 据媒体消息显示 以色列空军装备的F35战斗机 很可能已不止一次 参与到叙利亚的战斗中 其虽面对有F300、F400的防空导弹系统 但似乎也没有受到威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